靈智自推出LS400以來 連續四年榮獲顧客最滿意汽車尾語 為豪華房車電立暫身定義 今年配備更豪華舒適車廂的 全新靈智LS400 再以雷霆萬鈞之勢五奪樹榮 勝為震撼車譚 完美爭議盡在力致 Lexus這個品牌對於廣東人來說可以說 比較有感情 因為它也代表著90年代最早一批富起來的人 對於豪華對於享受的理解 其實以前我們能買到皇冠已經相當了不起了 更不要說Lexus或者說Hoban這些車型 其實Lexus這個品牌呢 真的給到我用感覺就是所有的用戶 他就比較斯文典雅 他們也懂享受也懂藝術 其實我覺得Lexus整個品牌的核心 不是說在霧門的車型上面 而更多的就是在頂級的LS跟LC上面 我們之前試過那個LC500H 我當然覺得其實Hybrid的車型 也能代表著Lexus一種斯文的態度 安靜的快 也是GT跑車的一種表現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了H以後 換給我一個大V8的話 我覺得那個車會更加爽 因為現在拿到一個大排量多剛的車型 去表達GT的態度呢 已經越來越少了 所以沒有H我會更加喜歡 而LS這個車型來到現在 我們知道它已經去到了50系 其實我覺得整個LS車系呢 是好像有點越坐越窄 當然你在50系上面會看得到 還有很多細節的地方 很講究設計感 你坐在裡面你會覺得很舒服 每一個細節的地方呢 都能給你去講故事 OK它其實也是現代豪華的 另外一種表達 但我總覺得其實LS整個車系呢 最核心的精華應該是在10系上面 因為從它誕生之初呢 它就想著如何將Toyota整個品牌往上拉 它把所有集團的精華的技術 都集上在那一台車上面 把技術表達的最極致的就是10系 其實在那時候 它還把自己當成一台Lexus品牌 頂級的旗艦轎車 一直到40系也是如此 在這台車上面 其實我們還能感受到那種 源自於低級豪華品牌旗艦轎的魅力 這是我最喜歡的Lexus 其實這台LS呢 是越開越喜歡的 就特別當你開過50系以後 你再開40系你會發現 40系哪怕車身尺寸會小一點 但是它給到你那種呢 是真正一台低級車應該有的氣度 就50系身上你會找到很多那種設計感的東西 對就可能看著是那種現代化的豪華 但是它從機械的享受上面給到你的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到低級車的水準 這台車它可能看起來很多東西都平平無奇 甚至是跟現在的旗艦低級車來說 它少了很多東西 但是它從最基礎的機械享受上面 它是給到你那種很淡定的感覺 就這台車一個V8的發動機 我覺得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然後你再看一下一些基礎的參數 4.6給你做一個6秒多的百公里加速 百公里加速這一些東西 我覺得可能在一台行政車上面 你不會那麼在意 但是像存款一樣你必須得用的 哪怕它只是一個460不是一台600H 但它這種加速的底氣那種V8的淡定 我覺得現在你給一台V6搭一個混合動力系統 其實遠遠都給不了你這種質感了 我相信你們都記得那個廣告就是 把很多香檳杯都擺在一個機器上面 那個發動機能讓你帶著不會倒 那個廣告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對那算是Lexus整個品牌的開端 就是10系這一台LS呢 真的為這個品牌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大家知道其實豐田是能做出一些很高級的車型出來的 大家知道那種穩那種高級感覺是從機械的本質上面去發揮出來 讓你去感受到的 10系 20系 30系 40系 其實一直都是秉承的這種傳統 可以說這麼多代以來 40系就是這個以機械給你去感受旗艦 這種傳統下面最精華的集合都是在40系上面 所以這台車可能沒有那麼多高科技 但是你的身體上能感受到的 就是切切實實那種旗艦Lexus應該有的感覺 哪怕是跟當年一起在賣的7系跟S級去比的話 我也覺得這一台車可能會更加符合我們南方人的調性 這一種舒服或者說追求細節精緻感覺的豪華呢 我覺得要比7系那種追求駕駛的感覺會來的更加的合適 因為低級車車的尺寸已經很大了 你再去追求駕駛質感好像有點嚼王果正 反倒是LS這一種跟奔驰S接近的那種開起來舒服淡定的氣度呢 我覺得會更加符合這種車的身段 而且你要知道06年的時候 這台頂級的旗艦車已經用上了8速的自動變速箱 無論是後驅還是四驅的車型 都是一個8ET的變速箱 這是在06年發生的事情 而且這一台車不僅於460這個版本 還有一個更頂級的600H 如果去到600HL的話 那一台5.0的V8再配混合動力 我覺得那才算是享受中的享受 真的是一種很靜密又很穩又很有勁的感覺的混合 我覺得超棒的 其實我們現在買車呢可能會要求那個車有手機互聯 然後手機甚至可以遙控停車什麼的 但是在當年用車啊 其實豐田做了一個破天方的舉措 我覺得那真的是很好用 就像現在我這麼一代 CarPlay是一樣的 就那時候豐田出了一個叫G-Book的功能 其實你知道這一台車上面也看到有這個原生自帶的導航 然後也有自己的一個地圖包 如果你要更新的時候呢 就可能要插一個CD進去讓它去讀取 然後再更新新的地圖 當時是這麼用的 但是這時候的導航系統老實說我覺得不怎麼好用 你要設一個目的地呢還是比較的麻煩的 然後當時G-Book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呼叫中心 然後你可以通過語音台這裡打電話過去 跟它說我想要什麼服務 我遇到什麼問題了 你可以怎麼怎麼幫我 其實在那個年代大家不太流行上網 反倒是流行發短信的年代有這麼一個方便的配置呢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可以直接網絡下發一個導航包告訴你 你要怎麼去設定 單純你靠嘴巴就能設定這個東西 就有點像是你現在在家裡去呼叫小愛同學是一樣的 所以當時這一種感覺呢 我覺得是個很貼心的服務 非常的好用 所以豐田其實花了很多心思在用戶體驗感上面 包括這一台車 你知道嗎 我認識的Lexus它做的最好的音響 讓我感受到真的很棒 就是在這一台車上面 這台車配了Mark Levinson音響 Mark Levinson的Lexus車型呢 它不單只是說我只是配了幾個喇叭給你要有一個很好的工方樣 你聽起來很棒 其實包括車輛的隔音也不一樣 有Mark Levinson的跟沒有的 其實是兩件事來的 所以這一台車從隔音上 從聽覺上 真的是超級舒服 哪怕這一台車已經是過去了16年的光音 但是今天你再去聽 去感受這種隔音的效果 也是絕對的頂級旗艦轎車 所以這一些都是身心享受上面的東西 不是說因為這台車年紀大了 它就不像一個旗艦車 這台車哪怕你精實精進推出一台全新的車 再給它配回那些什麼L2 L3駕駛輔助的東西 這台車眼仰還是能給到你那種旗艦的機械體驗 其實這一台車的司機感是一點都不重的 就哪怕你天天開 都會覺得開車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你看到這個車06年 它已經是有了電子手刷 它也可以實現Auto Hold的功能 包括這個安全帶的調節 也是一個電動的調節來的 然後它也不會說 因為你是坐在司機位 你有很多密密麻麻的按鍵 然後讓你一一去操作 為後排去服務 不會啦 但是當然你想說 我想關掉後面的遮央連 給兩邊升上遮央連 或者說提前給後排的座椅去做通風的話呢 這裡面都可以有 但它不會說密密麻麻都堆在你面前 你覺得無可適從 你要慢慢去學習才能用好這個就不會了 如果是那樣子的話呢 人家真的會覺得你是一個司機 因為你事事都需要為後排去操機 然後說這一代40系列LS呢 我覺得買四座才能感受到最全面LS這種旗艦的感覺 因為這一個優厚的座椅呢 它能夠毫無限制的去調整副駕駛的位置 達到你一個坐起來最舒展的狀態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實很多低級車都能坐到這個後排的座椅 靠背角度什麼的去調整對吧 那實際上呢 包括50系的LS在內 我覺得它調整座椅以後 整個乘坐的姿態呢還是會有一些受限 就車已經很長了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坐在裡面的時候 你總覺得還是不夠舒展 就是這種感覺 那這台車不會啦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台長軸的車型 可能絕對的車身長度不會太長 但是裡面給到你空間 或者說身體舒展的感覺呢 我覺得倒是最好的 包括它的靠背的角度 包括四座版本中間 特有的這一個馬鞍 它有個桌子給你 然後上面呢打開中間的熟人以後呢 還有很多密密麻麻的按鍵 去調整你的按摩座椅 通風加熱的功能 甚至吊頂電動翻折的電視呢 也能讓你去享受這種看視頻的快樂 就是你會覺得其實舒適性的配置 這一台車也是齊全的 哪怕放在近時近日去看 可能屏幕分辨度不高 但是享受的東西呢 這台車全都是到位的 這個坐著 你真的完全就能感受到頭等湯的感覺 真的豐田的車最舒服的 一定是這一些LS的頂級車型 這後排沒得比 其實我們能看到 現在的行車都會跟你說 我这里有出风口 那里有出风口 后排的座椅呢 保准会有一个大功率的通风座椅跟按摩的功能 就误求让你觉得坐在后排是凉爽舒服的 其实这台LS呢也有做类似的事情 但是它不止留于表面上面的功夫 你会看到这上面会有个圆环 其实这个东西呢 可能用现在的逻辑来看它应该是摄像头 但是一个老板坐的车 怎么可能会有个摄像头来监测老板呢 当然它也是个监测器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于后排乘坐人员的 一个体感温度的监测器 就如果说我觉得热的时候 可能我会主动去调大风量 这是可能现在的一个逻辑 但是你现在是坐在一台LS的后排 所以如果你觉得热的时候 你只要是在一个auto的模式 这三个出风口首先会给你去供冷气 而头顶这个看起来像是音响的东西呢 它会帮你把热量给带走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热的时候呢 头顶就是所有热量的一个集中的位置 它把风给吹走 更好的促进这个后排的空气循环 会让你真正感觉到凉快 而且不单只是表面上的东西 里面还有通风加热的作用 去保证你身体的感受是好的 所以这些呢都是Lexus这个品牌 在机械在细节体感上面给到你那些追求 而不是现在可能更多花里胡笑的一些设计 所以我才说LS整个车系那种用机械质感去感动你 让你去体验到旗舰享受的执着 都在40系上面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这台车做过开过你就能知道 我们知道3系是宝马的源泉 S级是整个奔驰车系的精神支柱 而LS LC LX这些车型呢 才算是Lexus对于豪华对于享受的执着 所以买Lexus真的要买顶级的车型 可能现在要看这一部车有些old school 很多东西都不是最新最热的 没有现在时下流行的自动驾驶 没有很连续观点 甚至我喜欢的carplay都是没有的 但是在这种状况下 它真的很认真地去做好坐起身舒服这件事 所以你会觉得这部车坐是很容易有好感 包括驾驶我觉得也是很棒的 虽然它不是最新一代的LS 但是它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那一代LS 这一切都不发生的 那都不发生的